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菠菜蒸饺 100克煮熟的菠菜,把它放到料理机 加水迈过它,给它打成汁 倒出来,过滤 不过滤的话做出来是很不好看的 过滤出150cc的汁水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这样你才好掌握 可能面粉加入的量多少不一样 我给出的量只是做一个参考 因为你过滤的菠菜汁不知道它含有多少菠菜的固体 面团揉好以后,盖上保鲜膜 让它在一边醒至一会儿 在醒至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它的类馅 鸡肉碎200克 加入少量的蒜 先加一小半 然后再加入姜一小半 葱,加叶子这边 葱一小半 盐 酱油 最好是放老抽 老抽它的颜色更好看 蚝油 放一滴就可以了 放一滴蚝油 蚝油是提鲜的 充分的给它搅拌 拌匀 准备一点西芹 切断以后把它放开水锅里面 灶一下 焯水两分钟左右把它立起来 放菜板上我们再把它切细 放进来 锅烧热 放入适量的油 给它放一点花椒 好 我们这个是做花椒油 你也可以给它放入一点八角 喜欢的放 不喜欢的你就不放了 好 葱 姜 蒜 炒香 炒好以后 倒到肉馅里面 现在我们再给它拌匀 最后给它加入一点鸡粉 一点香油 一滴就可以了 我们的饺子馅就做好了 放到一边 开始包 案板上撒面粉 好 防止粘连 然后面团取出来 把它搓长 搓好以后给它切一下 因为菜板太短了 然后再切小 切自己喜欢的大小 自己家里面吃也不需要那么标准 按着切就行了 擀饺子皮一定要多撒面粉 不然的话它还会粘的 擀面团上也要撒面粉 先给它擀开 然后从外往里面擀 擀成自己喜欢的大小 新手可以少包一点 像我也是新手 这样 先把这个捏住 然后用这个 主要是这个手在起作用 你看它就推出来了 再往前带 再往前带 馅要出来的时候就往下抖 这个指头往前带 往前带 往前带 我感觉我的馅放的有点多 好往前带 主要就是这个手往前推 这边就按过来 馅多了你就往下按就行了 没有关系 往前推按 推按 推到后面就好了 然后再给它整形吧 馅有一点多 所以说就包成这个样子 好 对折 老式路线就是这样子 这边指头往上抬 然后把它两边拉一下 这样比较好 这边往上抬 抬上来捏住就行了 饺子做好以后放上蒸锅 盖上盖子 开中大火 上蒸气以后蒸10分钟 时间到以后关火 打开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好 是com种椒 还有 切开了 切开了 切开了